死不着 再去给你热杯孽 她培养你这么多年 连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盘棋 都必须和你 下完了才算圆满 你就应该明白 她对你的感情 孝敬师兄 现在网上已经全乱套了 你回来吧 别不要我们好不好 师父的连职一言 是让我自立门户 不知道为什么 我再去给你热杯孽 死不着 再去给你热杯孽 了了 谢谢你 我饿了 你的 我去给你做 那么对于最近有关 九州到场的 种种不利传闻 你做何感想 又打算如何应对呢 师父刚刚离世 大师兄情绪失控在所难命 行为和语言上 有些过激 也是情有可原的 其实我更希望大家 去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给予他更多的包容 盛景初的失踪呢 毕竟他是泄露 最喜爱的徒弟 最终却连追思会 都没去参加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这一点嘛 我来九州的时间比较晚啊 他跟师父之前的恩怨瓜葛 我不是太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师父把我招入门下 临终前又把九州托付给我 这一定是别有深意的 事者已 生者如死 我希望关于九州到场 不利的言论 我们到此为止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姚科已经开始代表我们九州 接受媒体采访了 就是啊 还不让我们参与 我现在就真想不明白了 你说师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就算是他老人家 想让小景师兄自己出去开道场 那还有大师兄这个亲儿子呢 九州道场的所有权 也在大师兄手上 这轮也轮不到他 行了 不管怎么说 这毕竟是父亲的医院 大家都听见了对吧 就由他去吧 他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大概算了一下 十年间我们交手了五十三次 我胜了五十二场 十番棋你零比六完败 并且是你主动挑战的我 活生生地将自己 钉在了耻辱柱上又何 你现在是围棋界的笑话 你没完了是吧 其实你挺聪明的 就是选错了职业 如果你能踏踏实实做别的 也许真的会有一点长进 可是你非要当一个棋手 那对不起 我将永远把你踩在脚底下 盛景初 那要怎么样啊 现在九州是我说的错 我说的错 只要我在这儿待一点 你盛景初 永远别想踏进九州一步 你想这样毁了我 对 我就是要把你毁了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在棋盘之上你赢了我 但是在棋盘之外 我能毁了你 景初 没假的感觉怎么样啊 难受吗 我告诉你还没完呢 我会挑拨你跟他们的关系 我会告诉所有人 你是个不尊重对手 对师父不孝众 众叛亲离 自私自利的混蛋 但我还是最强的棋手 你还是吓不过我 对 但是吧 你也是个最笨的蠢货 你知道吗 景初 这个稻草 本来是应该留给你的 只是因为你太蠢 把它留给了我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师父根本没想把道场留给你 只是认错人了而已 说得有点道理啊 说得有点道理啊 但是你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场 亲眼无路 是我想把你赶出九州的 何必呢 因为我也想做最好的那个 是 警察 吓到最后的人 是我 辽柯 围棋不是测谎人 手谈也并不会看出那么多细节 但还是那句话 一个人做了亏心事 是会乱了张法留下痕迹的 你从始至终 一颗棋子都没敢落下 我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 反而和大家一样 被师父离世的通火笼罩着 没有任何的思绪 但好在我很幸运 有一个人及时颠醒了我 慢慢地回忆细节 才怀疑到你 是我做的 一切都是我做的 师父根本就没让你自立门户 我骗了你 我骗了所有的人 是我 是我想把你赶出九州的 何必呢 因为我也想做最好的那个 我跟你说实话 我根本就不想接管这个道场 我就是要毁了你 凭什么 凭什么我姚科一辈子 要活在你盛景初的阴影里 凭什么 我就是要赶你走 我就是要用舆论去压垮你 让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你太疯狂了 就是疯了 我是被你逼疯了 事到如今了 我不妨什么都告诉你 我做的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 都是针对你 杨笑语的罢了 他人那事 我做的 我只后悔当时为什么心思手软 我只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让他 特地废了你 他多么 没有 欣贿你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你要是真坐下和我下棋的话 我恐怕一辈子也听不到这些话 和他们也只是作戏吧 小点师兄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姚科在捣鬼 这只是我的猜测 想要具体搞清楚情况 必须他亲口承认 说吧 想要我们怎么做 下棋 姚科 姚科 我已经下不了棋了 什么 你已经下不了棋了 姚科先生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姚科先生 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了 白了 别白了 别白了 滚蛋 滚蛋 姚科先生 姚科先生 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你 我亲家没关于我 我可以感谢你